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希尔维亚·纳萨的美丽心灵那时传》 希尔维亚·纳萨曾任财富杂志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 本书是她的处女作 1991年到1999年任纽约时报经济记者 1999年至2000年为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2000年为剑桥大学金斯学院和丘吉尔学院访问研究员 2001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商务新闻奈特教授 《美丽心灵那时传》介绍了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小约翰·弗布斯·纳什的传奇人生 30岁以前他解决了一系列数学界公认的难题 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 此后他遭受了灾难性的精神崩溃 成为普林斯顿一个在黑板上乱图数学命理 分化连篇的幽灵人物 几乎被世界所遗忘 直到他从癫狂中苏醒 获得诺贝尔奖 了解更多伟大的数学家 有什么好处呢 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如勒内迪卡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伊曼努尔·康德、索尔斯坦·维布伦、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都有着古怪的性格 诺贝尔奖德主数学家约翰·纳什的性格 对他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 现在人们对纳什的生活有所了解 主要归光于2001年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 赢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和另外四项提名的《美丽心灵》 但纳什的生活远不止这些 让我们来更深入地探索纳什的丰富生活 通过下面的内容你会了解到 纳什发明了哪款受欢迎的棋盘游戏 怎样和学生相处 正确地终止一段关系的必要性 在小约翰·弗布斯那时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有了数学家的样子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天才之一 纳什的出身非常卑微 他于1928年6月13日 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布鲁菲尔德 他的父亲老约翰是一名电器工程师 母亲马格丽特是一名教士 虽然我们不太了解他的童年时期 但家人似乎很有爱 他过着很舒适的生活 但那时与众不同的性格 很快就使他凸显出来 在小学时他不善社交 宁可看书也不与人交流 他的父母担心他缺乏社交能力 就让他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 比如主日学校和童子军 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当他十三四岁时 他表现出了未来数学天才的迹象 那时对数学的热情 似乎是被贝尔德数学人点燃的 这是一本讲述 伟大的数学家一生的故事 但早些时候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比如他四年级数学 得了个B减 但他只是被打低的分数 因为他没有写出完整的过程 一直到高中 他都只是简单地把答案写出来 而过程是用兴起的方法 在脑子里思考 直到他上大学 才决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数学家 起初那时 渴望成为一名像他父亲一样的工程师 所以他努力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进入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 学习工程学 也就是今天的卡内基梅隆大学 但那时对实验和机械制图感到厌烦 他真正喜欢的是数学课程 他的数学教授们也都很惊讶 那时解决数学难题的方法非常新颖 他们说服他在第二年换了专业 这决定了那时以后的命运 当那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 他天才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 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和密歇根 都向他发出了邀请 那时可以随意选择他想去的研究生院 起初哈佛是他的第一选择 但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更高的奖学金 那时改变了想法 于是他与普林斯顿大学开始了近60年的合作 普林斯顿大学的特别之处在于 他为数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学术自由 让他们的智力得以发展 这对那时来说太完美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普林斯顿数学中心的名声迅速增大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名人 使他们的教室增光天才 更重要的是 他们能给学生极大的自由 在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天 他们就被告知成绩和出勤率并不重要 他们要做的只是每天来喝茶时 学生和教授会非正式地讨论研究和分享想法 那时当然利用了这种自由 他从未上过一节数学课 但他在走廊里闲逛时会反复思考数学问题 他不时地写一些笔记 并一边用口哨吹着巴赫的副歌曲 这个习惯使他的同事们很恼火 总之 那时在普林斯顿不是很受欢迎 至少一开始不是 在普林斯顿 年轻人通常都是一些笨拙的书呆子毕业生 但很快就在不同教授的支持下 形成了小圈子 他们一起出去喝酒 而那时是个惯于独处的人 他也从来没有被邀请过 这就是他的风格 他不喜欢和任何一位教授走得太近 以免对他的思想产生负面影响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看起来像是反社会行为 所以也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和他一起 然而 当他发明了一种战略棋盘游戏后 他的人气暴涨 命运也随之改变 后来被称为那时的游戏 在许多大学的公共休息室里流行起来 这一项发明并非偶然 这个后来被称为HEX的游戏 恰好与那时后来钟爱的数学领域 博弈论相吻合 那时关于博弈论的博士论文 使他登上了更高的数学殿堂 在普林斯顿 那时是从现代博弈论之父 约翰逢诺伊曼 从本质上说 博弈论是研究博弈行为中 斗争各方是否存在着最合理的行为方案 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的行为方案的 数学理论和方法 具体来说 就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 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 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 或最为合理的方案 如扑克或象棋 冯诺伊曼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在应用上却极其有限 那时决定进一步研究博弈论 冯诺伊曼理论的一个大问题是 他的数学证明仅限于两方的零和不易 零和是指一方所赢 正是另一方所输 净获利为零 此外 在零和游戏中不存在共赢的结果 而是对抗与冲突 扑克正是一种零和游戏 冯诺伊曼没能为涉及两个 或更多参与者的非零和不易 建立数学证明 那时将这个缺口视为一种挑战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用长达27页的论文包含了一个数学证明 涵盖了非零和博弈的结果 这使得博弈论与经济学等更关注合作 而非冲突的领域的联系更进一步 尽管诺伊曼的成果是有用的 但两个人的零和游戏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常见 例如即使在战争中 合作也可能得到好处 那时的突破在于区分合作性和非合作性博弈 这意味着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可以从数学方面确定人类的理性行为 换句话说 非零和博弈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 博弈的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 进而达成合作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纳什均衡 半个世纪后 纳什赢得了诺贝尔奖 纳什离开了普林斯顿 带着他的数学思想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纳什的论文足以使他获得广泛的认可 但这还不能让他得到梦想中的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职位 这是可以理解的 纳什的厌世和古怪 很难使他成为教师职位的理想候选人 后来 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 1951年6月 他搬到波士顿 担任一名讲师 并希望能获得终身教职 但是 再一次 纳什的古怪使他与众不同 他也因此不受到喜爱 这不仅是因为他漫无边际的演讲难以跟上 他还出了刁钻的试题 评分也同样苛刻 一天 一些非常不满意他的学生在黑板上写道 今天是仇恨约翰纳什日 尽管如此 纳什还是在波士顿开始了自己的社交生活 这是纳什第一次定期在咖啡馆 餐馆和啤酒馆里与人见面 他在那里最好的朋友 是哈佛大学毕业生 数学家唐纳德·纽曼 不谦虚地说 纳什认为 他们两个人的智力不相上下 波士顿也标志着纳什第一次与异性交往 一次 纳什在小手术住院期间 遇到了埃里诺斯蒂尔 他是那里的一名护士 他们开始了一段秘密的关系 最后 他生下了纳什的第一个孩子 然而 尽管纳什最初很喜欢斯蒂尔 但当他发现 斯蒂尔怀孕的时候 他没有向斯蒂尔求婚 很可能是因为纳什觉得 斯蒂尔的智力与自己的相差太多 使他认为这门婚事不合适 斯蒂尔很穷 纳什也没有帮忙 抚养这个年幼的孩子 所以 约翰大卫斯蒂尔的早年 是在寄养家庭 渡过的 期间 纳什去看过斯蒂尔和他的孩子 而斯蒂尔也希望有一天 这段感情能让他向自己求婚 纳什的年花惹草 差点毁了他的事业 但他最终还是结婚了 纳什和埃里诺斯蒂尔 分分合合 不知道他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年轻的物理学生 爱丽西亚拉迪 对他的教授约翰纳什的迷恋 就不那么暧昧了 当时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女学生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 像纳什这样 年轻迷人的数学天才 被崇拜是很常见的 1955年春天 纳什终于约拉迪出去 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对纳什来说 拉迪比斯蒂尔有两个优势 首先 他属于上流社会 更重要的是 他在学术上很有天赋 原来纳什对斯蒂尔的新恋情 并不光明正大 1956年春天 大约在拉迪和纳什 开始约会的一年后 斯蒂尔突然造访了纳什 在波士顿的家 在那里 他发现纳什和拉迪 一起躺在床上 这最后一根稻草 使斯蒂尔振作起来 做了他以前不敢做的事 他告诉纳什的父母 他们有一个外孙 并请了律师起诉纳什 要求支付子女抚养费 他还威胁纳什 要告诉麻省理工学院 他和拉迪的婚外情 这可能会毁了他的事业 纳什一直想过各自的生活 但都失败了 最后 他不得不支付子女抚养费 但结婚根本不可能 此时 纳什在纽约休假 正在找工作的拉迪 也在去那里的路上 我们不知道纳什 是在拉迪搬家之前 还是之后向他求婚的 到1956年10月 两人订婚的消息公开了 他以纳什的未婚妻的身份 参加了感恩节晚宴 1957年2月 两人在曼哈顿上东去结婚 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在巨大的压力下 纳什的行为 变得越来越古怪和反常 1958年 纳什快30岁了 他发现自己 变得忧心忡忡 越来越焦虑 因为他还没有获得 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职 并且 自从写了关于平衡的毕业论文之后 就没有任何数学突破 因此 纳什决定 突破黎曼假设 这是一个关于 质数分布的数学能体 正当纳什 把他的全部精力 都投入到这个假设中时 他的妻子 有了一个重大消息 他怀孕了 这更增加了纳什的焦虑 就在这个时候 人们开始注意到 纳什本来就古怪的行为 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他一直专注于黎曼假设 之前在财务上 也是很谨慎 但现在 纳什的朋友们 惊讶地发现 他竟然痴迷于股票市场 并把他母亲的积蓄 都投在了股票交易所 纳什 甚至开始指责同事 翻他的垃圾 认为他们在监视 他对黎曼假设的研究 1959年1月 纳什走进麻省理工学院的 公共休息室 没有和任何人说 他认为的外星人 在纽约时报上 通过加密信息交流 当然 这也只有他能理解 事情变得越发离谱 二月 他的老同学 收到了一封 纳什寄来的奇怪信件 他用四种不同颜色的墨水 写了这封信 说外星人 想毁了他的事业 起初每个人都认为 这只是一个古怪的人 开了一个奇怪的玩笑 但大家很快就明白了 并不是这样 而是情况正在恶化 正当纳什的事业 似乎出现转机时 他被诊断患有 精神分裂症 纳什的精神健康 突然恶化的时机 再糟糕不过了 他即将获得 麻省理工学院的 终身教职和芝加哥大学的 著名教授职位 他礼貌地拒绝了 芝加哥的邀请 并在信中解释说 他不能担任这个职位 因为他被任命为 南极州的皇帝了 对拉迪来说 转折点出现在 那时半夜前往 华盛顿特区 把他即将成为 世界政府的信件 交给几个大使馆的时候 拉迪意识到 他急需医疗帮助 所以把他送到了 精神病院观察 1959年4月 经过三周的观察 哈佛大学 迈克兰医院的医生 诊断纳什 患有偏执型 精神分裂症 这种疾病 也被称为精神癌症 包括幻觉 妄想 以及思想和情感的紊乱 对纳什来说 这表现在 他对外星生物的新信仰 对周围人的怀疑 和极度冷漠 确诊后 纳什被强迫地 送进了迈克莱恩医院 进行心理治疗 和服用抑制精神病药物 他对药物的反应很明显 在被关押后的第50天 他被放出来 想而 这是一个骗局 纳什假装康复 以便从禁锢中解脱出来 纳什决定去欧洲 拉迪怀疑纳什的康复 是一个诡计 他带着自己刚出生的儿子 跟随纳什观察情况 他的怀疑果然是对的 纳什正在欧洲各地 访问美国领事馆和大使馆 所有这些 都是为了放弃 他的美国护照 并被认命为 他认为自己注定要领导的世界公民 但没有成功 20世纪60年代 纳什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随后20年默默胡闻 在欧洲的美国大使馆 徘徊了将近一年 最终纳什被遣返回了美国 但纳什的病情并未好转 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都生活在一个恶性循环中 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接受药物治疗 然后似乎康复了 结果却又复发 又再次前往欧洲 这样过了几次之后 拉底再也受不了了 1963年初 他提出离婚 五月份正式离婚 然而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们继续见面 纳什过得不是很好 大起大落 有时他希望与拉底和解 但随后对他的怨恨就会更多 因为他确信 他是违背自己的意愿 把他扣留起来的 现在 拉底走了 纳什没有任何收入 他被迫依靠朋友 和家人生存 1967年 他搬到西弗吉尼亚州 与母亲和姐姐住在一起 但纳什的精神状态 让他姐姐难以接受 纳什又一次被送进医院 这也是最后一次 纳什于1970年2月 被放出来 事实证明 只有一个地方 能让纳什感到些许孤独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他都在母校普林斯顿的走廊上漫步 在那里 在数学系 他在黑板上留下了奇怪的信息 新生们都很困惑 直到他们意识到 这些信息是由这个在走廊上出没的 沉默的人写下的 纳什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 范恩大厅的幽灵 谣言开始流传 他被视为一个警示人物 一个可能发生在数学家身上的例子 他非得离太阳太近 试图解决 无法解决的问题时 可能会发生什么 纳什的康复 伴随着更多的回报 似乎一切都已经失去了 但是奇迹般的 纳什开始康复了 这是分阶段发生的 不能确切地指出 偏执行精神分裂症 是何时开始好转的 几年之后 别人才注意到 纳什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末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们 开始注意到 纳什的研究不再涉及奇异的 难以理解的数学命理学 而是真正的数学 1992年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的 一个朋友注意到 纳什无法完成真实 清晰易懂的交谈 后来 纳什自己讲述了病情的变化 他意识到 尽管偏执的想法仍在折磨着他 但他现在可以识别 并拒绝他们了 随着他病情的好转 传来了更多的好消息 这段精神分裂症的缓解期 也标志着 纳什第一次 因他早期在博弈论方面的 开创性工作而得到认可 他不仅在经济学期刊上 被多次引用 甚至有人认为 纳什会获得诺贝尔奖 1994年 纳什在大学里最亲密的朋友 哈罗德·库恩 邀请他去森林里散步 在那里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纳什 他应该会在当天晚上 接到瑞典科学院的电话 纳什将被授予 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也标志着 纳什的职业生涯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离开学术界近30年后 重获新生的纳什 被普林斯顿大学 聘为教授 此外 纳什也在他的余生中 重新与他在疾病期间 疏远的朋友和家人联系 蛋糕上的樱桃 在2001年出现了 纳迪和拉什 在离婚近40年后 复婚 普林斯顿是他们的家 也是他们一起 度过余生的地方 最后 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小薛汉·弗布斯·纳什的故事 是一个天才 患上精神分裂症后 又康复 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纳什发表了一篇 关于博弈论的原创研究生 数学论文 得到了广泛认可 之后 纳什被诊断患有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并在这种情况下 生活了30年 在奇迹般的康复之后 他因早期的工作 而被授予 诺贝尔经济学奖 好了 希尔维亚纳萨的 《美丽心灵纳什传》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